各位網友大家好 在開始之前如果未訂閱的朋友歡迎訂閱留言like和share 還有一間開幕的鐘仔等新片可以馬上通知 如果方便的話麻煩頂到尾 先來講講樓市消息 繼上星期經民聯聯同一班地產代理去到金管局請員 表達對銀行收緊按揭的憂慮 陳茂波昨天聯同金融管理局和本地主要銀行會晤 他是社交平台發文和發放照片 表示就近期有關鐘小企面對融資和樓宇按揭貸款這些問題交流意見 出席的銀行包括有匯豐、中銀等四大銀行 陳茂波提及與會代表都認同鐘小企是本港經濟重要的組成部分 在目前的經濟環境下以同舟共濟、務實包容的態度 等資金的流動可以及時到位 他希望銀行能夠確保支持中小企的政策前線落實 個別複雜困難的個案金管局會與銀行溝通跟進 他重提金管局在今年3月推出的九招 其中要求銀行如果客戶是按時供款 就不能夠向他們召喚 至於香港總商會方面 昨天就發表了一則中小企問卷調查 顯示超過74.3%的受訪企業 認為資金周轉是未來12個月面對的主要挑戰 有33.8%受訪者更加認為問題非常嚴重 他們要求政府加大支援中小企業提供資金渠道 而參與銀行代表聲稱銀行的政策一直都沒有變 會了解前線的審批情況 陳茂波就算是向上頭交差 但是不斷要求銀行放貸 其實令人越想越心惶 而氣急敗壞的施永青 竟然在昨天的專欄呼籲中資銀行 應該在金融管理局出手之前率先行動 因為他們不是一般的商業機構 而是國家機構有責任為穩定香港局面作出貢獻 他認為如果中資銀行肯趁其他銀行還在猶疑的時候 積極進取一點除了可以為國家起到中樓底柱的作用之外 還可以在市佔率方面大幅反超前其他傳統對手 失行彎道超赤 他還認為地產代理為了自身的利益干擾銀行運作是情有可願 因為香港房地產問題涉及不是小眾的利益 而是關係到香港的前途和市民的命運 他還說銀行在收緊流入房地產市場的資金是損人不利己 因為流入的資金減少 樓價自然向下令到銀行之前的抵押品都出現貶值 有機會造成惡性循環影響整個金融系統 其實整篇東西都來瞞著一種商業的情緒勒索 但有沒有想過其實銀行因為風險問題而減少借貸 這個是資本主義的表現 其實要處理這件事根本上就不是那麼難 只要政府肯負擔多些 按揭保險公司的cover大些 銀行覺得安全就自然會放貸 另外禁絕發展商出高湧高回贈 要他們直接減落樓價 銀行民不需要阻礙右盼 怕地產代理合作發展商在擾亂市場 借貸便放心些 另外說一種居屋歷史賺大錢的個案 物業就是海樂園A座高層18號室 實用面積477呎兩房 最新以未保地價675萬固執 車價14,151元創下這個屋的新高 當區代理表示由於單位位處高層 可以看到維港海景 所以造價比較理想 業主在2019年以362萬2千元一手在房位賣入 次科五年賬面賺了312萬8千元 相當期內升值了86% 這單成交反映了香港資助房的怪計現象 明明居置有期屋是被市民安居樂業 但偏偏就變成了炒賣工具 另外金朝陽拼購了17年的銅鑼灣西雲大廈 在今年4月進行搶拍 抵價24億2千5百萬 他們認為土地審財處批出來的價太貴 所以當時是沒有派代表到場競投 金朝陽為了申請下條拍賣抵價亦提出上訴 但有關的上訴在今個星期二被駁回 公司就有些氣 已經表明無意在即將舉行第二次拍賣中投票 另外有網友問關於觀塘的紅茶冰室在今天結業 原本的租金是56萬 租客要求減租 但業主要求加租到60萬 最後租客就選擇不租 業主隨即在6月底把這個鋪位推出市場放租 當時叫價60萬 在今個月初就有消息 這個鋪位已經以45萬 租給區內另一個冰室品牌 很多人都不明白 為什麼不便宜些租給舊租客 而要故意便宜些租給新租客 有代理向媒體透露 原來紅茶冰室曾經有意 以每月大約45至48萬和業主續租 較舊租約大約減14至19% 不過在商業續租期間 雙方罵得不愉快 他說紅茶有錢賺 不過老闆太高傲 想減下租 結果被人串回頭 而鋪位是位處中海日升中心地下 面積是8340呎 原來業主是鄧成波家族 這裏都明了一半 代理就說波叔現在都沒所謂 高租低租錢都落不到袋 所以都是為了一口氣 談得不開心便不租給你 寧願便便宜些租給別人 查回今年5月的報道 原來鄧成波家族 已將中海日升中心一男子地鋪 連同大型廣告位 以及5樓12個車位 透過戴德良行進行招標 包括有9個地鋪 出售面積是18,427呎 租客以餐飲為主 紅茶冰室是其中一個租客 這批鋪位是他們家族 早年分階段買入 買入價涉及大約5億 招標意向價是3億8千萬 交買入價已經低了1億2千萬 相等於24% 逐租這件事就很難說誰對誰錯 租客想便宜些 業主當然想租貴些 雙方產生磨擦力一點都不奇怪 特別如果兩個都是性格巨星 另外說在本地的餐飲 稻鄉控股和牛角的母公司 最複流同期發刑警 稻鄉說去年同期的盈利有3千3百萬 但預期今年的盈利指300至800萬 下跌76至91% 他們表示收益按年減少1至2成 主要歸咎本地的顧客 和中國內地的遊客消費模式改變 加上飲食業競爭劇烈 令到餐飲行業經營更困難 今天股價跌了3% 而最複流方面說去年日利達4,760萬 但今年虧損不多於3,000萬 他們表示現時全球經濟欠佳 地緣政治變化和消費模式改變 導致同期的收入減少 在消息發布之後 今天最複流的股價下跌了2成 連黃潔龍都要虧這麼多 證明香港的餐飲是多難做 另外建築師事務所商會主席劉廣榮 去信發展局局長林漢浩 應用業界處於掙扎求傳的臨界點 建議政府為本地建築師提供更多外判涵略 並且重啟暫緩項目加快外判公罪 信中提到自從新冠疫情爆發以來 環球經濟畢竟是本地市場遇到挑戰 應用本地建築業界持續面臨困境 雖然樓市年初已設立 但市場仍然極為審慎 只有少數私人項目正在推展 他指出內地物業發展以往是本地建築界的主要生意來源 但近來相關發展淡證幾乎沒有任何工作機會 有不少建築師行更出現財源潮 部分被迫以不合理的低價入標競投項目造成惡性循環 發展局緩覆傳媒說政府多年來一直持續發展基建 今個財政年度預計基本工程開支大約有900億 而且預計未來五年年均開支水平相約 局方相信建築業界反映的問題屬於短期情況 隨著大圍經濟環境逐步改善 以及政府持續投資發展工程 業界前景仍然亮麗 這句話聽到有點韌耳 不知道會長有什麼想法 再來跟進一下今日記錄的二手蝦樣項 第一間是為白石過日龍灣一旗二座頂層平台特色戶 實用面積是2503呎 再加2280呎天台 慢了6000萬 車價大概23900 業主於2018年11月以7500萬買入 次科6年賬免失了1500萬 相等於20% 而這個單位曾經有三次抵押貸款記錄 當中最大筆是向財務公司借入5250 而這個單位今次已經是第二度蝦樣 在2018年賣的時候 上手業主已經虧了751萬 另外還有一間二度蝦樣 就是屯門的上原 有間3A座低層連平台特色戶 351呎 再加47呎平台 慢了270萬 車價只是7692元 有點離譜 業主在2022年以400萬買入 次科兩年賬免失了130萬 相等於32.5% 但在2022年賣出400萬 那一圈 業主已經虧了59萬2 相等於12.9% 第三間就是銀主拍賣 西華的漢林峰 二座高層A10330呎開放式海景 賣了686萬 車價大約207萬 業主在2019年以1090萬一手賣入 次科五年賬免失了404萬 相等於37% 這個盤賣樓當時是相當高日價 好似到現在都沒聽過有單位賺過錢 第四間就是為大坑的納米盤 金樂居中層私室 159尺 賣了280萬 車價大約17,600 業主在2018年以398萬買入 次科六年賬免失了118萬 相等於29.6% 第五間就是屯門地獄 三座低層11號室 211尺 慢了260萬 車價大約12,300 業主在2022年以304萬一手賣入 次科兩年賬免失了44萬 相等於14.5% 算是執生財 第六間就是為南昌匯曬 二旗5B座低層20 270尺 慢了483萬 車價大約17,800 業主在2018年以645萬6千馬入 次科六年賬免失了165萬 相等於其內貶值25.6% 最後這間就是大圍的泊奧莊 5B座高層D室521尺 賣了1050萬年租約 車價大約19,400 業主在2020年以1175萬買入 次科四年賬免失了160萬 相等於14% 這間算是泊奧莊近期比較大幅的涉量 今天就講到這裡 如果收音不是那麼好就請大家見諒 未訂閱的朋友歡迎訂閱留言 like和share 如果方便的話麻煩頂到尾 如果方便的話麻煩頂到尾